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节目平安 我们先来思想明书记第十六章的十九节到最后 在明书记十六章的上半段 谈到可拉他们的大叛乱 因此最后摩西要可拉他们 以及参与叛乱的十二个支派的两百五十个领袖 各自拿各自的香炉一起到耶和华的面前 把香放在他们香炉里面的炭火上 然后烧出烟来 看耶和华越纳谁所献的新香之祭 那这看起来可能是在出埃及之前 以色列的传统是各个支派的领袖 好像都可以跟神来献祭烧香 那他们很可能不满 为什么现在神只挑立位置派 而立位置派里面的摩西亚伦 他们来担任祭司 好像剥夺了以前大家都可以担任祭司的 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问题是发生在金牛堵事件 因为在金牛堵事件的时候 当摩西大声喊着说 有谁要站在耶和华这边的时候 只有立位置派的人站过来 因此神从那天开始之后 他就只拣选立位置派做祭司跟立位人 其实原本是人人都祭司没有错 但是因为金牛堵事件的缘故 神本来是要灭掉所有的以色列人 但是后来他就拣选了立位置派 来做服侍他的仆人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19节的发展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 要攻击摩西亚伦 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耶和华小遇摩西亚伦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 耶和华出手 他选择站在摩西这一边 他已经是第三次跟摩西说 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 所以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 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 万人之灵的神代表说 一切拥有生命气息的 都是从你而来的 所以当然你要给我们生命气息 或是把生命气息收回去 当然主权都在你 但是呢摩西继续讲 他说一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 摩西再次为百姓求情 他希望说不要全体灭绝 继续求饶 要处罪就处罪 就处罚这些为首 这些手犯 耶和华小遇摩西 你吩咐会众说 你们离开可拉 大滩 雅比兰帐篷的四围 摩西起来 往大滩 雅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 他吩咐会众 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 他们的物件 什么都不可摸 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 与他们一同消灭 于是众人离开可拉 大滩 雅比兰帐篷的四围 大滩 雅比兰带着妻子 儿女 小孩子都出来 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要百姓 这个时候做一个选择 你们要站在摩西亚伦这一边 站在上帝这一边 还是要继续站在 大丹 雅比兰那一边 因此呢 众人就做了一个选择 他们离开大丹 可拉 雅比兰他们帐篷的四围 而在这个帐篷的现场 我们看见大丹 雅比兰也来了 然后呢 他的妻子儿女全家 都站在那个地方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他们向耶和华悔改 也离开那个帐篷区 我想神也是会赦免他们 可是他们明明知道 神要实行公义的审判 以致其他人都知道 事态严重了 赶快闪到旁边去 可是大丹雅比兰跟他的全家 没有一个人要悔改 继续就站在他们帐篷那边 就看你耶和华要拿我们怎么样 那看起来可拉那时候人不在现场 可拉应该跟其他250个支派的领袖们 正拿着香炉在烧香 所以可拉不在现场 但大丹雅比兰 这两个流片支派的领袖 仍是在现场 好 这时候呢 已经清场完毕了 这个属于大丹雅比兰 他们的人都不走 其他人都离开了 摩西说 我行的这一切事 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 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 必有证据是你们知道 这些人死 若与世人无异 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 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 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 使地开口 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 你们就明白 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 财物都吞下去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 都活活地坠落阴间 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河壁 他们就从惠中灭亡 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 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 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摩西说神的审判 要做一件新事要让地张开口 把这些犯罪分子跟他们 属他们一切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全部都被地吞到里面去了 坠落阴间 让你们知道说 是耶和华亲自审判他们 使他们坠落阴间 三十一节摩西刚说完这一切的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 包含可拉 大丹亚比兰他们这些的家人都掉下去了 但是不要忘记可拉 还有可拉的一些儿子们 现在正在会幕门口那边在烧香 所以他们没有被地吞灭进去 以至于后来为什么我们在诗歌里 诗篇里面可以看见有可拉的后裔所做的诗篇 因为上帝还是保留了几个可拉的后裔儿子们 在没有把他们杀死 给他们留后 那我们这个 这时候我们看见了 三十三节这样 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 地的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避 也就是他们被地开了口 有个大洞把他们吞下去 之后地又合起来 他们就从会中灭亡 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 听他们的呼嚎 哇那些人被吞进去的时候 发生凄厉的叫声 所以以色列人在旁边听见的时候 这个叫声就四处逃跑说 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 其实他们也是背叛上帝的人 如果上帝要纠察罪孽 他们的结局也一样 所以他们都吓得要死 很害怕自己的脚下那块地 忽然就打开开口 他也被审判了 那现在现场又回到了 会幕面门前 我们看一下会幕里面的状况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 耶和华小遇摩西 你吩咐基斯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 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剩的 把那些犯罪 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 叫人垂成骗子 用以包弹 那些人 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是剩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于是 祭司以利亚萨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 人就锤出来 用以包弹 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 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 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同时间在耶和华会幕面前 这些拿着自己的香炉 烧香给耶和华 然后要取悦耶和华的这些人 耶和华的回应是 有愤怒的火烧出来 把这250个人活活的烧死 下场很像之前 亚伦的老大老二这两个儿子 拿打雅比户 他们献了神 没有要他们所献的反火 所以就在就职典礼当天 活活被神烧死 代表他们不敬畏神 36节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萨 这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 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 因为那时候250个人被火烧死 遗留在现场的 指向下这些金属做的香炉 这个香炉是用铜所做的 然后把火撒在别处 因为那些香炉是剩的 这些香炉因为已经献祭烧香过给 这个耶和华 他变成了神圣的器皿 但是那一些烧香的人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神也把他们烧灭 38节把那些犯罪 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 叫人垂成骗子 用以包裹坛 包裹铜祭坛 所以香炉本是 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 所以是剩的 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于是祭司以利亚萨将被烧之人 所献的铜香炉拿来 人就垂出来用以包住那个坛 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使亚伦后衣之外的人 不得进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遭遇可拉和他一档所遭遇的 这乃是照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因此那250个铜香炉 被打成铜片 包在铜祭坛的四围 让历史历代以后的人 来到铜祭坛面前的时候就知道 神子拣选的亚伦 摩西他们来服侍他 做祭司 特别是拣选亚伦和他的子孙 来做祭司 以免又有其他的立位人 不高兴又想要起来 反叛神将的安排 41节 第二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 法院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 向会幕观看 不料有云彩遮盖了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 你们离开这会中 我好在转眼之间 把他们灭绝 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 百姓第二天的反应 没有因为昨天神那样严厉的审判 烧死了这250个人 又用地开猎口 吞没了另外一批流变 他们这些叛乱分子 百姓没有因为这样而敬畏神 恐惧怕神 没有 第二天他们又再一次集体反叛 说是你们杀死了耶和华的百姓 真是无言 42节 会众寄居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 向会幕观看 不料有云彩遮盖了 耶和华的荣光又再次显现了 神又要出手了 神又要杀死烧灭 这些邪恶的百姓 所以摩西知道神要出手了 这时候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中 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可是摩西的反应呢 摩西他们两个人就又伏伏在地 哀求耶和华不要这样子 46节 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 又加上香 快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 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 跑到会中 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 早瘟疫死的共有一万四千七百人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 到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 这个第二天的后续发展 更是让人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这就是事实 人就是这么悖逆 以至于呢 这个再一次摩西亚伦 又这个呼求上帝 然后呢 阻止了更多的伤亡 那我们看到实在是摇头 那因此也让我们去思想 就是说 摩西亚伦他们也是好榜样 因为他们特别是摩西 他是在神全家尽忠的 那面对百姓三班两次这样的攻击他 甚至要杀他 他仍然为百姓向上帝求情 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榜样 另外呢 这两天所谈到的 这个烧香的香炉 那这个基本上是在 以前还没有出埃及之前 应该是在还没有出埃及之前 各个支派的领袖 他们都有自己向神烧香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或是他们自认为的职份 但是在出埃及之后 特别经过金牛赌事件之后 上帝只拣选立位支派 以及立位支派里面的 这个亚伦他们一个家族 来作为祭司 所以他们就认为 这个他们向神烧香的权利 为什么突然就被立位支派的亚伦他们垄断 所以他们就不高兴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留意 当我们在讲 秦与金香炉的这个 说法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民宿记这段的香炉 好像人人都有一个香炉 可以跟神烧香这个事 拿去作为神学理论基础 这是非常不合一的 所以我们要去留意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祢联名我们 主啊 因为我们透过民宿记的记载 看见我们里面的罪恶 真的是不会踩刹车的 主啊 还好 祢在我们生命中设立一些 为我们带导的人 设立一些 用爱心接纳我们软弱的人 愿意陪伴我们这软弱的人 多走一里路的一些天使 好牧人 主啊 我们更感谢 我有透过耶稣基督十字家的救赎 我们这一路上软弱的人 才有机会重新被扶持起来 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 主啊 继续的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永不放弃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魏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赐福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